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机场出事被坑惨了 一个随便走的机场被围了,莫名被骂太重了 杨子最近因为新造型的曝光 让他们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漂亮的翻身大战 几组大片也是美出新高度 尤其是穿上婚纱之后 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非常惊艳 一身杨子的白色长裙加上扎低的马尾便 让整个人有整容式的感觉 而在身材上,杨子更是有了明显的改变 婚纱比普通款式要简单低调 虽然没有那些夸张的点缀设计 让杨子的身材更直接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 但让大家意外的是,杨子整个人的纤细修长 再加上完美的天鹅景,更是让人惊艳 也正是因为这套策划的大片 让杨子最近也是出了风头 而前不久杨子的一段视频曝光 视频里一身休闲装扮让她回到了往日少女风 色彩夸张亮眼拼布体恤加上黑色印花图案 让整件上衣多了很多独特感 短发加上棕色的余夫帽 更让整个人看起来时髦了很多 这一款色彩虽然看起来很杂乱 但是明显的层次感和同色系 让杨子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有趣的 但这这段时间杨子的人气不如往常了 因为在机场引起了很多粉丝围观 让一些赶飞机的旅客过关不方便 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在网友晒出的这段视频中 杨子和大家是一致的 不过可能是因为围观的人太多 让周围的老板直接不满 在镜头前虽然快步走了过去 但是嘴里的脏话大家还是很清楚的 一旁的杨子也是一脸的尴尬 很多网友也看到杨子 这件衣服正好是他早前的机场穿搭 之前拍的一段视频现在曝光了 而且杨子现在的气势也不止很多不同的味道 而是关于机场粉丝的看客 影响其他游客确实是个大问题 尤其是对于一些急着赶飞机的客人 更麻烦 所以我们真的要理性地追偶像 在遇到他们的时候 在满足自己的好奇的同时 不要影响周围的人 这样真的会给自己的偶像 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而杨子一直以来的好人员 也是被大家公认的 同兴出道的杨子因为家有儿女彻底大火 之后虽然经历了一段十分低迷的时期 但是如今的杨子却成为了收视保证 从相秘到亲爱的 都是爆火神剧 不仅让杨子地位狂生 更让合作的男演员邓伦和李线直接大火 在明星圈中 杨子也是备受大家的宠爱 对待粉丝 杨子更是贴心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这样一个完美的明星 如今却被路人骂 也是让大家十分心疼 所以粉丝们真的要小心维护自己的偶像 不要让他们备受一些莫名的争议 02 无荣耀部杨阳是真的 管他舔宠还是电竞荣耀三部曲红到海外去 杨阳回归古装剧闯天下海外表现超亮眼 Netflix一个架子挤掉多部韩剧成为Top 1 没追过剧神 快来看看网友们最推荐的佳作吧 古装剧闯天下是腾讯视频S家及古装情侣 虽然从一开始就被爆出杨阳剧演 还涉及抄袭问题 但剧组的所作所为并不影响艺人 收视表现依旧亮眼 白发造型也超人入坑在海外 流媒体平台Netflix 获得多周Top 1好成绩 虽然官宣还未公布 但《你是我人间烟火》 已经有好几部路透 由杨阳和王楚然合作 俊男静女的搭配还是让人期待 故事改编自小说《一座城》 等你讲述了高中分开后 因工作重逢的消防中队队长 宋颜和医院烧伤医生许琴 除了彼此相爱 更多关于消防和医疗合作的故事 这一次杨阳演绎的火中队长 正义善良的性格 加上女主徐琴深情的性格 一定会让她圈了不少粉丝 消防员们也将涉及到荣耀这个词 这也让大家想起了没有荣耀 不是杨阳的经典粉丝名言 下面就来看看 为什么杨阳的《演绎之路》 一部《开光荣》二字 剧中的角色影响了无数人 被誉为荣耀教科书的夜修 如何白手起家众回巅峰 与志同道合的荣耀新秀一起 创建了一支新战队星星 重新夺回荣耀冠军的故事 整部剧《All in all》没有感情线 但是感情线和队友之间的感情会很详细 而且电竞选手也不容易全部呈现出来 该剧在海外也有相当高的影响力 更因为这部剧直接放弃了电竞选手的电竞圈 开始重回电竞生涯 只能说有时候一部好剧 真的可以改变粉丝的生活 大明星乔晶晶与航天员 于途高中相识 相隔一十年才开始相爱的故事 用心描绘航天员的艰辛 恰如乔晶晶亲眼目睹于途的成就 他梦想告诉他你是我的荣耀 顾曼的小说每一个镜头都要火 虽然你是我的荣耀 因为故事情节平淡 爱情线也比较真实 让书迷入坑却没有出圈 而是和洋洋在一起 而迪丽热巴这对仙女选角的颜值天花板 还是让你是我的荣耀之后的影视大出圈 让两位代表加一 改编自小说中国特种兵的个体有种子 讲述单兵的优秀品质严云破 从不懂得合作 在恶劣的环境和兼具的任务磨练下 慢慢走进团战战友的身边并肩作战 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武警特战队员 热血军旅的故事 杨阳虽然不是一个接一个天衣无缝的进军模范演员群 但每一次演出都让人翘首以待 看懂剧本也是提拔一哥的必要条件 你也喜欢杨阳阳吗 从哪个戏入坑 欢迎留言分享给小编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